30岁后的薪资目标和储蓄计划如何实现财务翻倍 当我们步入30岁这个人生阶段 一个重要而深刻的问题不禁浮现在我们的脑海 在这个年龄月收入应该达到多少财产合理 年收入又应该达到何种水平 此外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存款 以确保财务安全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这些问题伴随着30岁的脚步如影随形 贴身而来 前不久有人通过社交媒体私信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坚信这对于他当前的生活阶段来说至关重要 而与此同时我自己也步入了这个人生的30岁阶段 对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 在今天的文章中 我将与大家一起深入探讨这个复杂而关键的一题 我将分享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反映了不同年龄段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 以及我们在30岁时应该拥有多少储蓄 才能算得上是明智之举 而在文章的后半部分 我将分享我对于三十而立的看法 如果你也正好身处这个年龄段 或许感到自我怀疑困惑 那么希望这篇文章能为你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和启发 迈入30岁财务疑问的时刻 当我们迎来30岁生日时 很多事情似乎变得更加清晰 也更加模糊 我们开始审视自己的过去 并思考未来的方向 而与此同时 财务问题也开始变得更加突出 它们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路标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数据 以台湾为例 根据2022年的统计数据 全国雇员的平均年薪 约为50万元台币 这个数字被认为是正常水平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月薪超过4.2万元台币 你就高于一半人口的平均水平 然而如果将性别进行比较 男性的平均年薪约为55万元台币 大约是每月3.5万元 而女性的平均年薪约为47万元台币 平均每月薪资为3.9万元 这些数据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对于女性来说 47万元的年薪被认为是正常的 而对于男性来说 55万元是合格的标准 然而这些官方统计数据 虽然提供了一个参考 但并不能完全回答我们的财务问题 因为当我们思考未来时 平均月薪并不是唯一的标杆 在这个问题中 还有更多值得深入探讨的方面 从30岁这个人生分水岭出发 我们需要考虑加速度 行业潜力和技能叠加这三个关键因素 它们将决定我们未来的财务命运 加速度 薪资增长的关键 在考虑未来的财务状况时 薪资增长速度 也被称为加速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无论你目前的薪资水平如何 都应该关注你的职业生涯 是否为你提供了持续增长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首先 薪资增长可以帮助你应对通货膨胀 如果你的薪资一直停滞不前 实际上你的购买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 这意味着你每年的薪资应涨幅要至少超过通货膨胀率 以确保你的财务状况不断改善 其次薪资增长也决定了你未来的生活水平 如果你的薪资一直停滞 你的生活成本可能会上升 而你的可支配收入却没有相应增长 这可能会导致你在未来感到财务压力 难以实现生活中的愿望和目标 所以如何确保薪资增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具有晋升机会的公司工作 或者选择一个职业领域 该领域在未来几年内有望实现薪资增长 其次积极主动的争取晋升和加薪机会 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 还有不要忽视投资于自己的教育和技能发展 因为这些投资通常会带来更好的职业机会和薪资待遇 总之要密切关注你的薪资增长 确保它足够快 以应对通货膨胀和提高生活质量 行业潜力选择赛道的智慧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你所在的行业是否具有潜力 不同行业的增长前景不同 这将直接影响到你未来的财务状况 因此在选择职业赛道时 了解行业的潜力至关重要 首先让我们看看增长型行业 如果你在一个增长迅速的行业工作 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高薪 这些行业通常与新技术 新市场或新趋势有关 因此它们更容易产生就业机会和财务回报 例如科技绿色能源医疗保健和数字媒体等领域 都被认为是具有潜力的增长型行业 其次要考虑你所在的行业是否满足市场的刚需 刚需行业是那些提供基本需求 或不可或缺产品和服务的行业 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 这些行业通常也会保持稳定 例如食品和饮料 医疗保健和教育等领域通常被认为是刚需行业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可以随意选择行业 但了解你所在行业的潜力 可以帮助你做出明智的职业决策 如果你已经在一个不具备足够潜力的行业工作 考虑是否可以通过学习新技能或寻找相关的转型机会 来改变自己的职业赛道 技能叠加 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最后一个方面是技能叠加 这是一种强大的财务增长策略 技能叠加意味着你不仅具备在当前领域内的专业技能 还具备其他领域的技能 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为什么技能叠加如此重要呢 首先它可以增加你的职业竞争力 如果你在某个领域非常擅长 但还具备其他领域的技能 你就成了一个更有价值的多面手 这意味着你可以在不同的项目和任务中发挥作用 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其次技能叠加可以增加你的收入 例如如果你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但还具备数字营销的技能 你可以在互联网行业中找到更多的机会 可能获得更高的薪资 叠加的技能可以帮助你拓宽职业发展的道路 提供更多的选择 最重要的是 技能叠加可以帮助你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价值 这意味着你可以将不同领域的技能结合起来 创造出新的机会和解决方案 这可能会为你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 例如 如果你是一名营养师 同时具备网络营销的技能 你可以通过在线平台教授营养知识 帮助客户成功减肥 从而赚取更多的金钱 总结来说 当我们考虑30岁之后的财务问题时 平均月薪只是其中之一 更重要的是考虑加速度 行业潜力和技能叠加这三个因素 它们将决定你未来的职业发展和财务成功 所以 不必过于焦虑你目前的薪资水平 而是要关注如何不断提升自己 抓住机会 为未来的财务安全和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下一部分中 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三个因素 以帮助你更好的规划未来的财务道路 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是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 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 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